除了要小心黑道 还要小心色狼 就是今年2月 这一位19岁的 红杏男大学生 居然涉嫌 连续有猥亵 这两位国中的女学生 不过事后更夸张了 报警警方处理态度呢 竟然是这样子 发现嫌犯呢 是当地里长的儿子 而且还有立委官妾 来施压哦 最后男子被一性骚扰 来喊送 不过女方的这个家属 就质疑了 警方根本大案小送 今年2月 警方找到嫌犯 猥亵两名国中女生后 经过三重巷口的正面影像 比对之后 发现19岁的红杏男子 就读东华大学 还是当地里长的儿子 这一位里长啊 带同他这个犯贤的儿子 来到我们永福所 道案说明 那我们警方是 依法来制作 警循笔录之后啊 我们依法 移送检察官来侦办 警方发现红杏嫌犯 尾随两名国中女生 强吻熊暴甚至摸凶 还说我爱你 被一性骚扰韩宋 被害人却控诉 警察大案小伴 甚至发现有立委 亲自向检方关切案情 绝对没有里长 来做施压或关输的情势 那我们经过跟 附有警察队联系之后啊 认为尚不及构成 刑法的强制猥亵罪嫌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那个信骚扰防止法的 25条的强制触摸罪啊 我们来移送 那监民第一位 只是单纯 到参数 转达 家属 曾经希望能够 为监民红杏男子 那监民据报 得压 是 检方证实有人出面关切 但坚持不透露 是哪位立委 对于红杏嫌犯 除了当庭深压 还具体求刑5年 至于关说一事 欲待保留 全新闻范继闻 维生新北市报道